I.T.O.O 我們回到大家很關心的名校的話題 那如果名校既然肯定相对的好一点的话 那差一点学校怎么办 就没人考了 或者说只有差身材去差的学校 至少目前中国的状况是 考美术学院的那些考前的那些培训班 他们的部分都很疲倦 考中央美院 考清汉美院 考中央美院 然后考广州美院 但是同时呢 他们说得很清楚 你要考广州美院 那你就考广州美院 为什么呢 原来这些学院的套路都有些不同 一般还是在广州学院考广州美院很多 原因就是稍微容易 考中央美院人少 因为说美院跑到外地招生 它就会少 就跟广州美院外面招生一样 所以说这个学院呢 我说坦率话 在中国 比如说我不认为中央美院就好到的 让我们广州美院 这个 忘成莫及 忘成莫及的程度 中央美院有很差的人和事 广州美院有很好的人和事 中国美院有很差的人和事 广州美院有很好的人和事 是的 科学院的传统是有很好的 而且这个要分科系来讨论 那个科系也不太一样 对 他们的确有不同的传统 对好像 设计来说 虽然我 我总是不觉得广美的设计有多好啊 很多很多很多同学都在广美里面 但相比之下在某一段时间可能十年前 广美设计在总体整个中国来说 广州美院设计的最高峰 广州美院设计的最高峰 是1996年在中国美术馆的那个展览 那个展览轰动美金 中央工艺美院当时还没有被清华美院吞并 校长带一对餐馆大发感叹 都如此紧张 而且我们今天把它叫设计学院或设计系 也就是设计这个名词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也得感谢广州美术学院的允定邦教授 的确是允定邦教授在八十年代 在他的努力下把一个叫做工艺装潢系 变成了一个设计系 首先是秘密设计系 这个秘密很重要 这个秘密是太重要了 以前我们把它叫工艺装潢系 我们在美院读书的时候 七十年代末在美院读书 我们先不说美院差别 美院里面就有差别 什么差别 装潢系的人不是泡发的 我们什么时候瞧得上装潢系的呢 是吧 装潢系的基本上也不太敢瞧 因为我们是游化系 游老大 是吧 谁想到在允定邦老师的有力推动下 在经济的形式的推动下 设计系在广州美院 进入九十年代 现实也是 画油画的最后都是做装修去 然后我们的同学很多人做设计做得很好 做装修做得很好 设计这个名词正名 必须要系上允定邦老师的功能 把它变成一个核心名词 然后最后才有设计系 或者后来设计学院来继续分裂 那么广州美术学院 要在1996年 因为我去北京 那时候真的让北京很刺激 为什么 因为当时广州美术学院 已经有一个著名的集美组 集美设计 集美设计到中国美术馆 改造中国美术馆来展强 重新布灯 他们吓坏了 美展不就是把画拿过来 挂到墙上一挂就完了吗 是不是还要改造展墙 那时候是自然光的是吧 没有没有 但是中国美术馆本身有光 但没有专业展示光 是广州美人带上去 因为广州美人集美组织整个装修一样 你把它做也是装修 一装修一做了 北京人就看啥样的 那是广州美院的高普 我事后就再也没到东西高普 很有意思 再也没到东西高普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我比较熟悉的 因为是我的同学 白马广告公司 在1991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接的当时的建立宝的广告 以林来做主角的 据说那个广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50万 吓傻全中国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能够拿到一条电视片广告 能够拿到5万块钱 已经觉得很好了 他50万 他50万还没有让大家惊醒过来 他第二个广告就是著名的太阳神 太阳每天在我们身上升起 那个太阳神的广告是在内蒙古 巴音布鲁克草原台 160万 哇 这么厉害 疯掉了 对不对 广告就这样起来 广告的高价格是广州做起来的 所以90年代到了96年 没有办法 也没办法 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CI设计 CI设计在广州最早谁做起来的 新境界啊 潘店伟啊 他还不是美援出来的 但是他却把CI 也就是企业 识别形象标志带过来 现在已经大家很熟悉了 无所谓的 当时不是一个本子吗 有一个名片logo一直困到整个 什么新衣服什么汽车 好像很神秘似的 但是至少在广州前 对吧 那么这样的一个风气 是广州别人的高峰 所以广州别人就把设计的 整个专业带起来 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 形势有了变化 上海起来了 北京起来了 我也觉得从设计的角度 至少在广州 其实90年代 真正的平面设计 最好的是在深圳 深圳有一本 他们平面设计是协会 因为自己成立的一个民间组织 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出版物 以后有人要研究设计史的话 是必须把这个出版物拿到 好好做研究 题目叫平面设计在中国 那是深圳的一批新新的设计家 而这帮设计家的构成 除了广州美院以外 这个新安美院 陈少华 韩家英 新安美院 包括现在的我的老朋友 王也福 在新安美院过去 所以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的 他们在深圳起来 但是广州美院是王岳飞 王旭 是吧 平面设计在那边 起来 跟广州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镜像 那后来就上海起来 北京起来 那么我提这个事呢 是讲的是业绩 讲的是影响 其实我还想讲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 我们把所谓的名校排开 不要太迷信的概念 在这种条件下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 这个学院的差别呢 江湖 又江湖 对了 为什么是江湖呢 广州地区 那肯定广州美院是老大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培养的 就是广州美院的人 到了杭州 那肯定是中国美院的人 因为杭州有浙江美院 现在的中国美院 但这个辐射一直延伸到上海 是吧 上海 为什么上海没有一个美术学院的人 我也在想就是 上海现在也有美术学院的人 上海这个情况比较有意思 在北京肯定是中央美院的 在西安肯定是西安美院的 在西兰肯定是四川美院 在东北是鲁兄美院的 天津美院 你北京那么近 天津美院就没有办法 是一个中央美院的毕业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所有的学员跟地域很有关系 那么地域的形成也有传统 也不是自己有意的 除了本地读这个学校容易以外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中国的一些 曾经的制度 大概在2000年以前 还在维持一个老的制度 就是各个学院有一个区域负责 比如说以广州美院为例 他主要是面对中南五省当身 什么叫中南五省呢 两广两湖 再加一个荷兰 哦对对对 中南五省 所以我的同学最北的就是荷兰 那个时候荷兰也是广州美院的体系 荷兰现在最著名的画家 比如说段正曲 广州美院毕业 还有段监狱 段监狱 广州美院毕业 湖兰 湖兰 湖兰也是广州美院天下 真的我们开玩笑说 今天广州美院有很多湖兰人 所以我们只能开玩笑说 广州美院改名这么一个叫 《湖兰美院广州分院》 那是开玩笑 因为深圳也很多湖兰人 因为湖兰人南下更方便 湖北人又不妥了 湖北也本来是广州美院的天下 但是湖北后来有了湖北美食学院 对对对 湖北美食学院 如果说中国有八大美院 所谓八大美院的话 严格来讲湖北美食学院是最年轻 因为湖北美食学院是八十年代初才重新成立 是从武汉音乐学院分出来的 当时中南五省的艺术教育的布局是 音乐教育的重点是武汉 美兽教育的重点是广州 所以音乐武汉学院 就比我们的新海音乐学院要层层高 是吗 你们到这个行业一问就知道 肯定的 肯定是这样的 那么美术教育是广州美院 但是武汉这个中间地区 它一直有一个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系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系 那么它前面有个武昌美专 那么后来它成立湖北美食学院 它成立它的一个新的传统 这个传统也很厉害 这是另外一个传统 就是说 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域是自然形成的 这个地域形成呢 就使这个学院在这个地区 它一定是唱主角的 而这个地域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以广州为例 今天在广州画国画呢 尤其画山水呢 你要不会朝上画 就基本上是很边缘的 因为都是朝鲜人的 对 那么这个现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是解放英文才出现的 解放英文有没有 解放英文有没有 没有 你拿画派跟领东没关系 对对对 你们看我们著名的这个艺术家 著名的博物馆的这个重要人物 王黄胜的父亲王南若 你看他找到了国画 什么风景 什么风格你知道吗 海派那一派 为什么 朝鲜地区 汕头 去上海比在广州方便 嗯嗯 所以朝鲜地区 领东这个地方的整个美术渊源 是海派 嗯 是吴昌硕 是海上市政 是任柏连 嗯 这个传统过来的 你去看朝鲜的老画家 比如说刘昌朝 而且 他们更认为那个是正宗 对 因为这是交通问题 嗯 而那个时候很长时间 在汕头到广州的高速公路没有修通之前 嗯 在汕头到深圳到广州这个高铁没有修成之前 我们可能很难想象 那个时候从汕头到广州的痛苦不堪 嗯 要走七八个小时 烂路 迷路 颠簸 嗯 但是 解放后汕头属于广东省 嗯 广东省的人只能在广州美院考试 哈哈 不能去上海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领东就归路上海 朝鲜就往广州 哦 就形成今天的广州美术格局 嗯 尤其是国画这块格局 嗯 是 朝鲜安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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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